我的顧客跟了我们已经有三代了 就是从他的爷爷知道他的爸爸 再知道他的孙子 我这个家族行业就是卖咖喱饭 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 我的名字是Lukia G 我觉得传统和现代话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我刚听到这个培之肉 我觉得这个是人类的一个大发明 跟我的咖喱饭一起配搭的话 还是很新的概念 我试一口看看它的味道是怎样 它的味道跟鸡肉的味道不上上下 我不知道它是培植肉的话 我以为它是普通的鸡肉酱 这个是对人类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因为将来就不需要抵赖那个芯物业 而且又能够提供足够的营养给人类 所以是很好的一个替代品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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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